渔正的轻功大剧《沿喜攻略》 可谓是大获丰收 一改往常玛丽苏大红大紫的拍摄风格 此次渔正也是剧情人设反转 随着电视剧开播到了十几集 剧中的感情线也逐渐的明显 剧中饰演复查皇后弟弟的复衡 可谓也是大家关注的对象之一 等英洛也是互生情愫 十分虐人 在最新的剧情中 傅恒更是直接吐露心声 表示自己要娶英洛为己 还要八台大叫娶过来 不过最后傅恒却娶了皇后身边的婢女耳琴 而英洛则被黄闪看中 虽然傅恒心里一望的不愿意 却也抵不过姐姐的亲自指婚 在剧中虐哭了无数观众的傅恒 其实是由于郑手下的新人徐凯所饰演的 在之前还出演过凤秋皇中的圣语 不过在傅恒火了之后 徐凯却被爆出在戏外曾经有过家暴行为 在当初和白露一起合作新剧的时候 白露首先在社交网站上发出了一双高跟鞋 而大金看到之后 发现床单是自己送的 于是发微博进行了吐槽 事后有粉丝私信大金说 徐凯却曾约自己在酒吧 而后大金便爆出了徐凯家暴劈腿的丑闻